VBS 讓你搞懂 唱歌這件事 嘿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聲音平衡老師 福昕 那上一集有提到啊 會有一部分的人想要學唱歌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唱歌太辛苦 使用太多的力氣 所以他們想要學放鬆 但是他們又不希望學過唱歌之後 他們的聲線變得軟軟弱弱的 所以簡單來說 他們想要學會ㄍ的聲音 可是又不要ㄍ的力氣 不愛 就轉身離開 不愛 就轉身離開 兩個感覺其實很接近對不對 但是這一部分的人呢 會希望自己唱歌的時候會是前面那個版本的感覺 因為前面那個版本相較之下輕鬆很多 所以可以比較輕鬆的唱出ㄍ的聲音嗎 其實是可以的 可是在學會唱之前 你應該先學會 怎麼去聽出差別 那麼有兩個方向 可以讓你去聽出來 哪一個ㄍ 哪一個ㄍ 是比較費力的 那第一個方法呢 就是如果你聽到這個聲音 你的直覺反應是 你想要抵抗地心力的話呢 就表示這種ㄍ 比較費力 講明白一點啊 就是當你想要發出同一種聲音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脖子往上拉扯 或是想要踮起腳尖 這種往上牽引的感覺的時候啊 就表示你過度使用了外部肌肉來主導發聲 而不是使用聲門閉合 所以這種聲音會比較費力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去聽憋氣和順暢氣流的比例 所以如果你要發出一個比較ㄍ的音色 像我現在這個樣子 這個音色是很ㄍ的嘛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感覺到這種空氣被阻斷的感覺 那我現在試圖讓空氣流動過去呢 那這個ㄍ的音色就不見了嘛對不對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發出ㄍ的音色 或多或少 一定要加入憋氣的行為 那麼憋氣的感覺 如果多過於氣流輸出的話 就會比較辛苦 告訴你 ólistereler的音色就是不想グت 營洛 tee który的兒子 忘記了憶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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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我們曾經是那麼那麼樣的好 忘記我們曾經是那麼那麼樣的好 忘記了憶瑣 我們都太骄傲 太骄傲 忘記了用憶嘹 忘記了說得太骄 Patty 忘記了憶笑 忘記我們曾經是那麼那麼樣 약的好 其實從上面幾個例子可以聽得出來吧 一樣都是ㄍㄧㄥ 可是使用到的力氣蠻明顯不一樣的啊 那怎麼樣讓自己成為比較輕鬆的那一種呢 那我們上一集有提到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聲音變紮實 那深門閉合動作的強度當然就不在話下 也就是之前有提到 假裝被個撞汗打之前會有個停止呼吸的感覺 這種感覺 那喉嚨裡面不是會有個緊緊的 可是又不會到不舒服的感覺嗎 對 那個就是深門閉合的動作 那麼讓聲音紮實之後 怎麼讓你的音色變成ㄍㄧㄥ的那一種呢 前面教你們怎麼判別的時候 其實就有提到嘛 如果你要發出ㄍㄧㄥ的聲音的話 那勢必就要加入憋氣的行為 但是如果你要讓你的ㄧㄥ比較輕鬆的話 就要想辦法自己去調配空氣流動出去的比例 比如說我現在要做出一個很ㄍㄧㄥ的音色嘛 就把他ㄍㄧㄧㄥ的ㄍㄧㄥ的ㄍㄧㄥ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 哇 這也太大力了吧 那怎麼辦 讓空氣通過啊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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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ㄟ 通過了 所以相較於這個很大力的ㄍㄧㄥ的音色 你在調高空氣流動的比例之後 它還是ㄍㄧㄥ啊 可是它放鬆很多 那一個簡單的練習 可以幫助我們學習到這樣的體感 我們可以用生氣的情緒 來做個噓的練習 譬如說像這樣子 阿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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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這邊要重生一點 這個練習啊 嘴巴是不需要用力的 它單純是在訓練 憋氣和空氣流動 時間微妙的平衡感 所以你會發現你做對了之後啊 吐氣這件事情 會有一點點阻礙感 可是這個阻礙感 會不會嚴重到影響你覺得 啊這個空氣不順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的基調來演唱 甚至在唱的過程中 故意讓憋氣的行為 再誇張一點都沒有關係 不愛 就轉身離開 一個人 把回憶推翻 不愛 否定了未來 你恨我 別心軟 我也不為難 那麼重新認識ㄍ之後啊 你會發現你的ㄍ會相對輕鬆許多 因為我們是用順暢的氣流輸出 加上聲門閉合來主導發聲的嘛 對不對 至於額外的憋氣的動作 其實它是單純的要做出ㄍ的這個音色而已啊 甚至ㄍ到整個聲音都撕裂開來都沒有關係 那至於想要知道怎麼撕裂嗎 我們下一集見囉 掰掰 嘿我是福星你們的聲音平衡教練 那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內容的話呢 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 以獲得最新的資訊 那如果你有任何關於歌唱上的問題的話呢 可以在我們的Facebook的社團上面提問 會有專業的老師為你答疑解惑 VBS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把你習慣起來 你自己會來做 V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